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163期参考信息 679期税前消息,马独公介绍了人口第一线的幼儿园洗牌 这两年人口形势急转直下,让各地的规划措手不及 关闭幼儿园原本是县市层面的学校基于市场的被动选择 现在正在上升为省级政府的主动做法 湖南率先提出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彻 11月24日以来,湖南教育厅连续开会和发文 应对学龄人口变化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的布局和教师配备 要求农村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 城镇新建义务教育学校规模,原则上不超过2000人 湖南率先大力度调整,重要原因是市龄人口变化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快 2021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还在增长,湖南就已经开始减少 2021年,2022年的幼儿园在员人数降幅都高于全国平均 湖南调整的方向是沉进相退,恭敬民退 比如岳阳市近两年撤并小规模民办幼儿园154所 广东最近也提出,推进以正围中心适度集中办学 严格按程序撤并或恢复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全国范围内,随着城镇化的积蓄 微型化和空壳乡村小规模学校越来越多 因此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关键在农村 各地再次开始整合撤并乡村学校 同时新办乡村寄宿制学校 寄宿制办学将学生课后的生活环境从家庭置换到学校 弥补各类弱势家庭在学校学习环境上的各种不足 大幅提高学习环境各种要素投入的下限 阻断家庭背景的影响 为弱势学生提供了比原生家庭和所在社区 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研究显示 寄宿可以使小学生的总成绩提高0.05个标准差 女生语文成绩提升效果更明显 中等生和中差生的成绩提升最稳健 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进步更明显 但我国寄宿制办学的顶层设计 主要强调防止辍学 忽视了对弱势儿童发展的全方位帮助 还需要警惕弱势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 低龄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寄宿 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 更容易引发抑郁 说完小孩 看看老人 12月7日 北京市提出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 机构养老 旅居养老 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格局 居家社区养老主要聚焦90%以上 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刚性需求 机构养老是为有意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提供更为优质的专业集中照护服务 引起最多关注的是旅居养老 依托金经济养老服务协同机制 和金穷养老服务合作机制 发展至优价廉的异地康养社区和旅居养老 鼓励北京的老年人 东南下北候鸟式养老 冬季到海南 夏季到河北 内蒙古等北方地区 满足90%以上活力老年人多层次 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候鸟式旅居养老 舒适且健康 但目前仍限于部分群体 因为交通成本高 适合有一定经济收入 受教育程度较高 和身体素质较好的居民 11月份上海郊大发布 2023中国候鸟式养老 冬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 前10名是三亚 海口 琼海 广州 珠海 南宁 柳州 厦门 深圳和江门 新建异地康养社区 对旅居养老目的地或许是好事 就像振兴海南的房地产 得提高东北养老金一样 冬的意义是什么 是变相疏散人口 还是东夏空置住房节约能源 儿童老人都有着落了 中年人也有自己的伤痛文学 前几天全网都在寻找蒋国父 网创广州一家公司的三张公告 第一张是蒋国父连续奋战 26小时奖励50元 第二张是他第二天补教没上班 扣他1000元 第三张公告说 因为第二张公告公开了对他的奖程 对公司名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公司决定开除蒋国父 实在过于戏剧性 大家虽然怀疑 但心有戚戚 8日这家公司回应说 有这个人没这回事 三份文件虽然都盖了公章 但都是假的 蒋国父目前正常上班 12月5日 央广电视总台台长 与今年新入职的员工座谈 说新闻人都是在 以秒杀计算胜负的高压锅中 锤炼自己 总台没有躺平的土壤 要做自燃型的总台人 要不断挖掘自身的潜能和天赋 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 去发光去发亮 要剔除不燃型人 让更多的自燃型人 去影响可燃型人 让总台的心火燃遍不叶天 12月7日 大城基金副总经理 兼首席经济学家 央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于栋 提出了生理寿命 主观寿命 健康寿命 财富寿命 历史寿命 五个寿命概念 表示一定要工作到 健康寿命的终结 就是不瘫到床上那一天 不要结束工作 近日 四川南充一名女子离职后 花了三个半小时 退了600多个工作群 引发上班族的热烈讨论 离职前 她每天要随时回复信息 神经一直紧绷着 离职退完所有的群 轻松了许多 在互联网茶水间麦麦上 也有自称大厂员工的用户发帖 说在麦麦评论后 被公司起诉 侵害名誉 有一些真假难辨 网民质疑 匿名机制对大企业来说 是不是不存在 说到隐私 一边是江西众两亿的采名 隐私保护很好 一边是西安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因为追星 私信威胁要人肉开合网友 12月8日晚 西安延梁公安分局通报 已根据辅警管理工作规定 解除了当事人的劳动合同 并予以行政处罚 网信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清朗网络利器整治专项行动 坚决打击包括网络厕所 开合挂人行为在内的七方面问题 这名附近也是撞到了枪口上 通报说 这名附近没有接触 查询公民个人信息的条件和权限 也未发现其通过他人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 看来事情没有闹大 但因为涉及潜在的权力滥用 职务违法 就有了必须关注的公共价值 近年来 各地都有警务人员非法查询盗取公民信息 被处分被判刑的案例 有帮朋友查询的 也有一次性卖几千条牟利的 西安这名附近 仅仅是因为和网友言语不合 就威胁查询对方的个人信息 开访记录 非常恶劣 马都公在680一期事情消息 谈深圳个别警察的过度暴力执法 也是同样的问题 严良分局的通报说 个别民附近存在特权思想 可见证明附近没有将公民的个人信息 不受侵犯当回事 也没有对国家法律和工作纪律的敬畏 相反 他将这种工作便利当成了一种特权 我们大量的个人信息 要么交给了社会上的企业 要么交给了政府 如果政府内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也这么随意 那就不仅仅如严良分局说的 损害公安机关形象这么简单了 中国航天也在年底迎来一波小高潮 12月4日 长征二号秉一箭三星 将埃及二号和星驰一号第二组 AV星送入预定轨道 星驰计划的目标是 建设由百余科智能卫星组成的 广域综合感知卫星星座 5日 民营航天公司星河动力 用小型固体运载火箭 古神星一号 一箭两星发射成功 6日 航天科技的固体火箭 杰隆三号第一次执行应用发射任务 将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送上太空 也是我国首次执行海上远距离机动发射任务 发射船从海南东方航天港出发 航行了1300多海里 到广东洋江附近海域发射 9日 民营蓝舰航天的朱雀二号一箭三星 这是我国首型以液氧甲丸为推进剂的 中大型液体火箭 由此成为国内首款连续发射成功的 民伤液体运载火箭 10日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500次飞行 老将长征二号丁今年第13次出马 之前6月创造过一箭41星的中国记录 大火箭长征五号时隔三年迎来新任务 9日 新舰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工位 预计月中发射 这枚火箭使用长板的整流罩 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现役最高的火箭 也让常物无论从身高体重还是力气 都成为亚洲第一巨舰 此外 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任务 已经推迟到明年1月 上月底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在香港首次公开了中国空间站的全貌高清图 是神舟16号乘组返回地面前 用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拍摄到的 非常壮观 中国空间站目前最大达到过 三舱三船的组合体 总重近百吨 国际空间站最近也状态满满 12月3日 俄罗斯货运飞船对接后 国际空间站的停泊飞船 升至6艘 两艘载人 4艘货运 美俄各3艘 国际空间站最多可同时停靠7艘飞船 不知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 至1998年 第一个组件 曙光号功能货舱发射至今 国际空间站已发展成 重达420吨的庞然大物 美国停泊在国际空间站的 三艘飞船中 有两艘是SpecsX的 对标SpecsX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是什么水平 12月1日 航天科技发文 坦承在发展理念上 科研生产模式上 关键核心技术上 质量效率效益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 整体上大而不强 大而不优 与我们在航天领域率先实现强国目标 还相去甚远 大而不强 大而不优 也是我国诸多行业的现实 航天科技提出的 坚决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 坚决摒弃 盲目自大的心态 很有参考意义 当然SPEXS自有其烦恼 高管级马斯克本人曾多次公开吐槽 等发射许可比造火箭的时间还要长 最近马斯克接受麻省理工科学家的播客采访 抱怨环保部门的夸张监管 发射火箭竟还需要鱼类许可证 还要证明不会把海豹吓跑 诶 海豹 马斯克说 我们只好绑架了一头海豹 给它戴上耳机 然后播放音爆声 看它会不会很痛苦 这个实验可能是听信脑干实验 通过测量脑波 评估个体对声音的感知情况 被普遍用于婴幼儿和实验动物 动物的压力水平 也能通过测量相关的生理指标 进行客观的评估 马斯克还谈到 一些机构担心火箭碎片 砸到鲨鱼或者鲸鱼 而他认为太平洋那么大 鲸的密度那么低 砸死了算它倒霉 他说 当地的海豹种群 过去十多年大幅增长 这期间火箭发射了许多次 言下之意 海豹看起来既不稀有 也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现实更有可能是 正因为各方的不懈努力 范登堡周围的海域 才成为适宜海豹生存的栖息地 正因为这里生活着大量的海豹 这片区域更需要谨慎的开发利用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了解程度越深 越会触碰到深层次的伦理问题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周三再见